张宋文的最新消息 大家好 我是阿震 今天还好吗 继续我们的张宋文系列 带来关于他的最新的消息 先澄清一个问题 之前我说 他现在正在福建三明拍摄的 看不见影子的少年剧组 有张宋文 有范伟 有龙子山这几个主演 然后很多朋友就说 范伟已经此演了 然后换成了李健 就是他在狂标里头演 理想的李健 然后李健自己也说 已经接了这个戏 然后也是扮演一个警察 还有传言说 范伟没有走 这个戏还是接了 但是现在我没有确定的消息 在豆瓣上看这个剧的信息 显示主演就是张宋文和龙子山 所以我还不是很确定 到底范伟尽没进 这个组接没接这个戏 因为在有些自媒体的视频上看 说范伟也是接了 之前的那个 说他此演是谣言 现在就搞不太清楚 那等最后确定下来 我再跟大家 第一时间再跟大家说 现在就是薛定恶的范伟 到底他演没演 现在还不确定 没有一个官方的消息 然后再说一个最新的情况 因为现在有很多粉丝 跟着这个张宋文老师 那个就是基本上 都能拍到他的这个上下班 就是开工和收工 因为片场是进不去的 我想看片场的物料 片场到底他是一个 什么造型 然后这个片场的环境 没有人拍到 昨天那个视频里 看到有一段 就是他收工 然后呢 他还是这个像往常一样 开着窗户 跟这个粉丝们打招呼 但是看得出来是挺疲惫的 但这次没有戴口罩 然后呢 这个车过这个镜头的时候 我看有一个应该是粉丝吧 往他车里直接扔了一个什么东西 就在他这个通过的那一瞬间 拍一下把东西扔进去了 但是这个差一点是砸到他 肯定是扔的礼物一类的东西 小礼物一类的东西 但是我也建议我也呼吁啊 这种事情就不要再那什么了 就不要再做了 就这一扔 又把赵总文扔到了这个热搜上 我昨天在这个微博热搜 抖音热搜上都看到了这条新闻了 所以他现在是自带热搜体制啊 有点什么事情啊 就会上热搜 所以他现在微博发的也很少 他也刻意的在降低自己的热度 所以就是呼吁大家粉丝朋友们啊 不要做这个这样的事情啊 万一有点什么 其他什么事情啊 不好啊 这个有机会你当面交给他 就当面交给他 没有机会啊 那就算了啊 不要做这些有风险的事情啊 这样确实不太好 再一个呢 就是张总文的之前的那个电影 不知不休 现在已经在网络上可以点播了 昨天开始啊 现在我看了一下 像在爱奇艺呢 有好几部张总文的电影啊 都是被放在这个第一页或者第二页的啊 所以大家有些没看的呢 可以去看 一个是现在他跟白客演的这个电影 不知不休啊 而且是只要是会员就直接可以看 然后还有一个 他跟范伟之前第一次合作的 那个不速来客啊 现在也是可以点播啊 在那里头 这个张总文跟朱朱 还有一场这个亲热戏 挺有张力的那场戏拍的 挺有意思啊 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然后呢 还有一部他之前的戏 就是早黑决战 他跟江湖主演的这个电影啊 最有意思 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的导演啊 把很多啊 这个张总文的戏给删掉了 我不知道他现在后不后悔啊 张总文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是说了好几场他认为比较满意的戏 因为记者问了你那场戏拍的比较满意 他说了三场 结果导演表示这三场戏都给删了 张总文当时的表情也是非常的 险些失去表情管理 所以估计制片方现在有点后悔吧 但是没办法 供应版本就是那个版本 所以现在这几部电影啊 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直接去看一下 还有那个楼叶的那个风楼游坐雨坐的云啊 也是可以直接点播的 但是那个建议不要放后马上看 那个镜头晃得太厉害容易吐啊 好 暂时就是这么多啊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加关注 点赞评论加关注